好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乒乓球队 为了备战本月底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的试拼赛 中国南平的已经在深圳进行了十多天的封闭集训了 集训前是刚刚公布了新的教练团队 目前队员的分组已经完成 与各个主管教练的磨合也在稳步的进行当中 5月的深圳骄阳色火 早晨9点钟队员们在操场上热身 一个个都汗流加倍 本次封闭训练不仅仅是备战试拼赛 同时还是东京奥运周期教练团队更新的开始 根据双向选择的原则 同时最大程度兼顾四名绝对主力的意见 最终教练组决定 张继科的主管教练为刘国正 马龙的主管教练是马林 樊振东在王浩门下 而许新的师傅仍然是退休反聘回队的吴敬平 从教练员来说 他们在执教运动员 他的一些思想 他的一些理念 是不是符合大的发展的情况和潮流 特别是针对每个运动员的个体和现状 做出一些有计划性的部署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还是运动员式主体 因为你教练班子再调整新鲜血液 运动员还是中球队的绝对核心 特别是这些主力队员 主力队员私下我也会每个人都跟他们沟通过 也去了解过 他们对教练员的一些看法 一些准备 包括跟哪些教练沟通上可能会更好一些 包括性格的搭配 思路的吻合 全部封闭训练将于15号结束 13 14号 南队将在深圳进行两天的热身赛 平方球队的队员对于封闭训练的依赖还是很大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 我们来到深圳 看到队员不但是在机球的质量 还是在体能上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刘国梁在采访当中也表示 封闭训练不光是练技战术 不光是练体能 同时还是练气的 距离视频赛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相信队伍还会有更大的变化 央视记者深圳报道 感谢观看